好 問你這個慶祭滿天飛 窮到沒水店只剩一把槍 哎你也對不對 講出一番道理 就今天主動出擊 弄了這個空屋記者會 聽說高雄的狀況 比這次是多倫多嗎是不是 是不是多倫多 在多倫多 比多倫多還要糟糕 來來說一下 我先回應一下 剛剛佑正講那個民調 我覺得這個陳其邁市長 如果繼續再弄這些有的沒有的民調 他很快就會有一份民調 他已經可以征服宇宙了 哈哈哈哈 就是非常誇張 他可以選總統了啦 差不多可以選總統 直接宣佈當總統好了 哈哈太誇張了 那其實我覺得今天 我們在立法院召開的 這樣的一個記者會 其實也真的是非常 很難過 然後很痛心 真的是一定要站出來 幾乎這個存在在台灣 現在的一個非常 要非常憂心的一個事實 那特別是在高雄 南部這邊是非常非常嚴重的狀態 那當然環團他們有提供一份數據 他們是說 在高雄 平均起來 他們依據他們的數據顯示說 可能大約有可能會有 4000人左右的人 是因為空污的疾病 然後導致了往生這樣的一些數字 一年4000人很多耶 其實很多耶 很可怕耶 對 就是今天在記者會上面 我們聽到環團 對他們有 公佈了這樣的一個數字 那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真的是覺得很觸目驚心 那你說高雄人對於這個空污的問題 到底是什麼樣的感受呢 我其實 因為今天早上召在記者會前 我也跟我一個 在高雄的 他長期關心空污的朋友講 那他就跟我講說 叫我一定要幫忙發聲 他說因為每天在高雄 看到這種灰蒙蒙 霧蒙蒙的空氣 他說讓人感覺到半絕望的狀態 他就寫這樣的文字 會很壓抑 沒錯 心情會不好 因為很不開朗嘛 整個天空都是PM2.5 然後霧霾 然後這樣陰沉沉的 對 沒錯 心情會很差 沒錯 對 然後他就講說 難道 難道在高雄 要呼吸一口健康 乾淨清新的空氣 都這麼樣的困難嗎 這個是我覺得他這樣的話呢 其實講出了很多很多高雄人的心聲 因為每天 像我昨天早上6點就出門工作 看那個我一出門 然後我還拍了一張照片 就是空氣 真的就是我們連遠處的那個 大樓啊 什麼85大樓 或是一般的高樓 我們是幾乎看不太清楚 因為整個霧霾太嚴重了 我還開玩笑 講說我們不是漫步在營端 而是高雄的霧霾真的太嚴重了 而這些 因為新達電廠 他是全台現在最老舊的燃煤機組 那麼我們也高度懷疑 就是因為這些大力的 當蔡政府他現在說 還是繼續使用這些燃煤發電 我們看到的是怎麼樣呢 是火力全開 然後燃煤發電 然後持續的加重的傷害了 我們高雄人的健康 那很嚴重的是空污可能還會造成很多 孩童在發展上面來講 也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所以我覺得 我很感謝哦 今天佑正你們願意做這樣的一個 算是冷門的題材 但是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我們需要全體的國人都共同關心 不會 不要再被現在的 一點都不冷門 因為 這個大部分政論大家都談一樣的東西 那政調派會就是要不一樣 所以我們去找了很多 相關的一些新聞 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從高雄 待會我們回頭去談民進黨 將帶給台灣的浩劫 所以我們線上 現在已經破兩萬人了 已經破兩萬人了 對對對 謝謝大家 那我們這幾天的流量其實都 還不錯 那就兩萬多兩萬多 請大家繼續努力 好不好 繼續幫我們分享 成為發燒榜 然後讓更多的朋友進來 聽到高雄的現況 民進黨的這個手段 聽正常發揮 絕對讓你收穫滿滿 我保證你的其他爭論絕對聽不到 好來議員繼續 所以我想 我們跟環團的立場一樣 我們都希望要求這個老舊的這個燃煤發電 新達電廠的燃煤機組 應該要立即來除疫 那並且環團他們也呼籲說 希望說4月份 陳其邁市長 是不是就能夠到我們議會 來做一個專案報告 針對於這個空屋的現況 先針對慶祭做專案報告 慶祭先處理好 慶祭農場外銷 在那個空屋 我剛剛都記得 這數字趕快 高雄市政府不要再拆了 口頭都沒意思了 早晚又給了 還說這個可能他們很 統計上非常困難 還在努力中 這種東西 有人跟你要你才開始從 從陳其邁上任第一天統計嗎 這不是你本來每個月 每天你都要去計算 然後去加總的東西 你跟我講 所以高雄市政府的公務員 你們現在是都沒在做事 有人要你才要做 沒人要你就裝死 擺爛放在那邊 不要紀錄 也不用更改 也不用這個更新 因為他們所有人力都去做民調 所有人力都在忙著說 哎呀看到一頭 紫色的金融盤旋在市長市的上空啊 是這樣嗎 不過佑正我覺得是這樣啦 公務人員很多都應該是非常認真的 那只是說他們是不是礙於有什麼樣的壓力 還不能夠提供數字 那我想 這邊讓觀眾朋友自己去評論 好 OK 那就謝謝美亞議員 今天請你繼續加油 好 我們會努力 我們期待有更多的這個真相 趕快浮出水面 好不 我們也希望陳其邁市長 你要展現破例 因為你當過行政院副院長 如果說針對空屋的問題 你可以馬上去協調台電 然後經濟部環保署 然後有效的來解決高雄現在燃煤發電的這個問題 要求馬上處理有什麼困難 然後你是最能夠發揮協調功能的 所以你到底心中有沒有高雄市民 還是你心中是只有黨藝 只聽蔡總統的 然後你完全只聽民進黨 然後完全不管高雄人民 現在的這樣的一個吶喊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荒謬 並且應該要請陳其邁市長 你一定要站出來 不要再逃避了 你應該趕快主動出來 跟我們議會來報告 昨天霍文哥有給我一個提示 他覺得你們應該問的就是 之前這個蘇生昌不是說 要給高雄4000億嗎 到底給了沒 你們要去問啊 去問陳其邁啊 4000億給了沒 給多少了 用去拿 沒有給 然後我在議會的時候有質詢過 然後他們數字其實拿不太出來 然後其中有一半以上的數字呢 居然是什麼 那個是民間的投資 台商說預計要來高雄投資金額 根本就不是行政院 不是中央要撥給高雄的經費啊 所以根本沒有給啊 所以就根本他的4000億是個騙局啊 你看齁 在騙 我們持續的戳破他們的謊言 他是去年8月上任的嘛 到現在多久了 也半年了 半年了 蘇院長你也不要這樣對不對 上任半年說要給人家4000億 錢呢 錢呢 到哪去了 拿去發展雙電啊 我代替蘇院長回答好不好 因為這個防疫的問題呢 我們現在所有的資源都要放在防疫上 但疫情結束之後 我們一定會關注到高雄這邊 這樣喔 今天審計部的這個報告 還打臉這個民進黨的防疫神話 告訴大家說 疫苗採購落後 你防疫 這個口罩也不是你花錢做 紓困也是拿我們錢輸自己的困 補助旅遊也是拿我的錢去補助旅遊 再叫我去消費 你要幫助鳳梨農 還是未來可能出現的其他果農 也是拿我的錢去紓困 再叫我去買報 這政府也沒花錢啊 你答應高雄4000億呢 我覺得這個要追 對啊 趕快拿來 不只高雄4000億要追 其實國民黨台北的 立委要去問 真的就去問蘇貞昌 你答應給他4000億到哪裡去了 我看怎麼回答